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093点 创业板指数升超过1% 2,712点 至于港股方面 中信股份大升之下 恒指向上升62点 24,080点 国企指数升37点 11,116点 第一节嘉宾 我们请来Wafi和我们谈招点股份 Wafi 你好 你好 Wafi 昨天港铁公布了业绩 出到来是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很多 见到大行都估计 基本利润可以增长3.3% 出到来扣除投资物业重股因素 基本利润68亿多 同比增长5.5% 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主要是否都是在卖楼方面做得好 对 其实在港铁方面 虽然这一刻 大家会好看业绩 或者怎样去看 当然未必是泰国市场焦点 但的确如果以业绩也好 或者幻学来计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关注点 特别你说大作上来说 其实初步第一天是不错的 如果以基本业务的例如 刚才趋势说到 往年升有五成半 去到68亿多 亦都很高过很多大空股的预计 因为本身各地大空股 比如美人美丹股 可能都只有五十八亿多 这边左右 这边上也是有个高过月的情况 甚至乎计算益 业重股之后的因素 各顺利都可以升到3.5%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但当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基本利润 升得那么多 明显地都是受到个别的业务带动 因为其实港铁业务 如果简单的理解只有两个 一来就是铁路 票帮方面的收入 二来就是买房 因为有很多铁路上的项目 附近的项目等等的合作 而这回到票帮上说 其实预料的变化 每年不会这么大 因为平均是一个势头限 所以变成一下子可以升得那么多 或者好过这么多大港预期 明显地都是物业发展方面 似乎有个不错的表现 因为特别看今次物业发展利润来说 其实它是去到大概23.11亿港元 按年是升到21亿港元 就是21亿港元流上 按年大升到10倍 变成有个很不错的数字 当然这个这么明显的增幅 完全对于个别楼盘 卖出之后的入帐所推动 因为今次来计在期内 有日出刊城三期至南天 全数1648个住者单位 一个利润的入帐 所以变成有这么明显的推动 所以变成我觉得 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说 业绩初步去看 其实也有个挺不错的情况 因为除了撇开这些 刚才看到的 这么明显的增长 完全都在一些卖楼方面推动 但是撇开这些情况之外 看回其他的一些业务 刚才说的票务业务 这些的经营业务 其实见到无利率方面 其实也有个转步轻名的上升 由40.2%升到41.3% 如果以这些因素来说 似乎初步去看 其实整体业绩上说 其实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都见到的 其实这个物业发展 的确收入不错 是不是都可以成为 其他的本地地产股 一个预示作用呢 因为下个星期陆续 都会有些本地地产股 公布业绩 似乎如果是上半年入帐的话 那些项目的收入都应该是不错 当然了 你说真的 卖楼方面 其实大家有眼见 很多时候一手盘出来 其实都爆了 只差着买 所以其实预计了 买楼方面一定是好的 但只不过问题 就是买楼好也好 但是不是等于 不论本地地产股 或者港铁的业绩一定好呢 当然这个好看它入帐的时间 如果它可能是 买完之后 不是那么快入帐的时候 那未必在业绩里面 即时反映到 可能是之后那份业绩才反映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港铁 虽然这刻它买楼买得好 但是是否可以推算 国际地产股 未来的业绩也好呢 我觉得未必这样说 但他们的买楼一定好 但业绩好不好 就真的看入帐的时间 但是你说真的 先说回港铁这里 如果业绩在买楼方面来计 除了这业绩上说 得志南天判入所上之外 其实往后来计 都预计在地产方面 即是物业发展方面 我觉得对港铁都仍然有不同的帮助性 因为其实他们下半年 都说明会再推多看成 大概两至三个项目 甚至乎都会有个销售出现 以这刻来计算 虽然经常说美国加息 但以这刻大家都知道 加息方面说 就算走也好 相对部份是比较温和 而以这件事来计算 会不会很打击到一手方面的销售 似乎暂时不是那么多见到 而且很多一手销售来计算 个别也有一些优惠给买家 所以吸引性仍然是有的 所以如果这样说 我相信他们下半年买的盘 都应该会换得不错之下 如果进入仗的话 对下半年 特别是物业发展方面利润上说 我觉得仍然有个不错的带动 物业发展方面 港铁似乎前景不差 但是铁路营运那边 譬如是内地业务 都占比有一定的上下 见到人民币贬值 其实对于公司来说 内地的业务 会不会都有一定的影响 他始终要回对做港员 有没有一个回对的亏损 当然暂时来计算 港铁方面 其实都 就是这样说 人民币近期贬值 可以这样说 差不多全部公司 都怎样都有些受虑 因为始终现在 你很难说 完全没有公司 是没有内地业务 或者是没有一些 关于内地事的东西 所以怎样都会有点 所以人民币下跌 其实理念上说 对全部公司都一定有影响 问题只是多和少 所以港铁来说 的确除了近年 大家一直认知的 香港的铁路 或者物业之外 其实的确近年 都在内地有些发展 一来可能内地方面 有些个别楼盘方面 都有做销售 二来也有内地的铁路 有做承包 以上其实都有一定的 人民币回律的风险 但是人民币贬值下去 对于他们的影响有没有 当然数字上看 暂时不算太大 因为内地业务 虽然近年有发展 但是以个别地区 例如香港 内地或者海外 内地那一部分的业务占比 相对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 又不算太大的影响性 甚至管理层 特别的行政总裁 昨天业绩之后也说到 人民币贬值 对于他们的贡献 没错 会造成影响 但是影响性 他们觉得有限 而且他们很多内地业务 都是以人民币做贷款 即是无论你借也借 即是在内地找铃铛借 即是你找铃铛借到人民币 还就还分人民币 原上其实收就收人民币 變相很多内地业务 都是在内地用人民币做完 所谓结船做完所有的事情 暂时影响性来说 又不会造成太大错配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说 我觉得是有美主 令到他们会有太大影响性 但是当然这个因素 其实刚才也说到 人民币怎么走 对全部公司都有影响 理论上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情况 仍是需要留意 但是对港铁来计 我觉得又不至于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还有一样 就是潜在的隐忧 就是港铁的四个支线 就是在新建 超支431亿 还未封顶 当然其中一个 超支最厉害就是高铁项目 虽然是由香港政府 就是纳税人给钱 但是看到其他的项目 比如沙中线 都超支了很多 最初估算是600亿 现在已经去到798亿了 如果他继续是没有封顶的话 未来会不会对于前景都有一定的压力 当然你说这些沙中线 或者南港岛线 这些所谓新的线路 造价不断升上去 自然一定是看得比较负面 但是当然所谓的负面 那你说是否对港铁盘数 会造成很大压力 我觉得又未必是 因为其实他们真的 造价是出来给大家知道 但是他们可能会透过很多不同的借贷 不同的东西 其实是应该cover得到的 我觉得未必是太大压力 但是只不过你说真的就着这些线路 没有说造价封顶 或者没有说做一个上限之下 以投资者的角度 或者市民的角度来说 的确对港铁看法会比较负面 因为你不断超支的时候 都很意味着 其实一来你的预算是失衡 各样的事情 所以以看法的角度来说 可能会比较负面 所以你说实质来说 我觉得又不算太大影响 但是对港铁来计 始终看法上是比较审慎一点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股价又不是说差 但是可能在升势上看 会比较慢一点 而且以这段时间来说 就着业绩之后 其实今天也只是上来了 所以说得好 看回这一刻 究竟36元边究竟是否好 企得稳 如果企得稳的话 我觉得才有条件 试一试回大家38元的水平 但是38元边这些破不破了 就着刚才说的 个别看法上是比较负面一点的话 我觉得未必这么快一下子 会破到大概38元左右的水平 好啊明白 多谢Wafi你的分析 和你做个申报 刚才我们说过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的资产 请问你有没有持有呢 也没有 多谢 有时一会儿 进行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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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